嗨 吃肉味 大家好 我是唐启揚 欢迎来到唐启揚谈心事 这个节目呢 又谈吃 又谈占心 又谈心做 然后也谈谈电影 也谈谈一些旅游的资讯 希望针对大家就是中餐的时间 你也可以吸收一点心知 或者是得到一点知识 或者是让你自己可以放松一下 那有时候我一个人独角戏 有时候呢我们会请来宾 今天我们当然是有来宾 可是在这之前我先告诉大家 如果你想要不错过我的任何一次直播 在Yahoo TV的话 请下载Yahoo App 下载了之后呢 请你点进TV的娱乐综艺 就有唐启揚谈心事的话框 然后你点追踪 我想你就不会错过了好不好 那今天呢 我前面已经摆了一个甜点 待会儿呢 我会请这位嘉宾好好尝一尝 这个是文旦甜柚塔 看到了没有 这个饼皮好脆哦 那这个甜柚塔呢 它就是用文旦做的 因为现在中秋节到了 大家都要吃文旦 那这个甜点呢 是嘉义市康乐街27号的雷蒙的这个店家做的 那店主没有来 他们特地送了这个塔 让我们品尝品尝 等一下我们就请来宾 好好的吃一吃 时序已经到了十月 我们这个时候 十月十号 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不是国庆 是木星要进入天蝎了 木星即将进入天蝎座 所以当然它就是我们说的木星跨栏 但木星跨栏不是只有十月十号才跨 而是其实从八月九月一路过来 天蝎的事情就开始 大家已经看到我们来宾的头了 跟天蝎有关的事情就开始蓬勃发展 比方说是不是有点跟性跟死亡跟金融 有关系的议题 比如说安乐死也好 AV女优的事情 或者是有某什么 一些重大的刑事案件 是不是有破案机会 这些跟天蝎有关的事情都在发生 也都进了我们的眼球 那么所有的天蝎座人 我也期许你 我们木星走到的一宫 就是我们走出自己新的格局 或新的模样的一个开始 它不见得一定带来Lucky 但是其实我觉得 我们自己的感觉也许不是Lucky 但是外面的人会觉得 你很好 你很棒 你有这个机会真不错 那我们今天的来宾 我今天讲这么多 就是因为他是天蝎座 大帅哥王雅明 Hello Hi What's up guys 大家好 大家好 可是我觉得你国语进步很多 有啊 有啊 谢谢 谢谢 你在美国长大到几岁 其实这故事应该说我在美国出生 但是我一出生以后我就回到台湾 然后到了差不多七岁又回去美国 然后一直到大学毕业 七岁到大学毕业 那才是关键期好吗 对 对不对 因为你的所有同学都是讲英文的 可是你七岁之前就已经会讲中文了 所以底子打得不错 对 但是我回来的时候很多朋友都会笑我说有那种ABC的腔调 对 你回来的不是时候 你十几岁的时候回来ABC腔调正流行 但是当你20几岁回来的时候 我们已经开始觉得ABC腔调是装模作样 要代表对不对 有一点 对 所以就有点倒霉 来来来 可是你后来就在台湾待下来了吗 还有就是两岸三地这样拍戏对不对 对 其实我大学毕业有回来工作几年 然后又去上海住了几年 对 然后最后又回来 因为没有找到说自己真的喜欢的一个很passionate的一个工作或事业 那个时候迷惘 对对对所以我差不多28岁的时候开始做一些准备 我就觉得你28岁了 怎么都还没有那种男人的责任感这种感觉 所以其实我但是我又在想找一些东西是会让我在事业上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 我不是那种很痛苦的去面对工作 是 所以我就在想 我想其实我大学的时候还在打球 但都28岁也不可能再打球了嘛 那 其实我的副科是电影制作 我在纽约大学我的副科是电影制作 对很少人知道 是 所以我就一直都很喜欢电影很喜欢表演 那制作又是跟生意有关的 我在商学院 纽约商学院 所以我那时候想说 那不然我先学习一些表演 然后我其实小时候就很爱表演只是没有说真的去往那个梦想走 所以我就告诉我自己 我应该就设一个目标 然后这也算是我的梦想 是 然后就往这个方向走 你也是学霸耶 你也算学习得很不错 对 可以这样说 可是如果 很少人知道 很少人知道 但是我跟你讲我看到他的命盘我知道 我觉得王瑶明是一个学霸 可是你同时也是一个浪子 对 你同时也是 他是兼具这两个特色 可是大家就会比较看到你浪子的那一面 比如说比较火爆 或者是有杀气的那一面 对 确实是 是 然后以及 就看不到你学习很认真 跟其实你很愿意符合长官长辈对你期望的那一个认真的一面 对 以前的校长 还有爸爸妈妈以前都会说 她说 你为什么就是考试前 才用功 才用功 说不定就考试前一个晚上 你读个几个小时 你还是可以考个八十五九十分 那你有没有想过你 你考试前两天去讨论一下 你是不是可以考个九十多分 爸爸妈妈不要这样劝我们好吗 对 我就说不要我要去玩啊 没错 好 我了解 王瑶明 我了解 我也是这样的天蝎座 我们很想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老实说我也很愿意满足父母亲的期望 但是要为你这个期望废勤忘食 忘掉我热爱的事情 不可能 你想要去冲浪 你想要去运动 那我是属于那种我想看漫画 那可是呢这些事情在父母眼中都是没有用的事 对啊 比如说如果你不做运动员 那这个运动就是只是在发泄体力 对 为什么不多念点书呢 然后呢我看漫画 我那时候最后我用我的金头脑 去说服我妈妈 我说 妈我以后要当漫画家 所以这些漫画不是漫画 它是教科书 那她说什么 我妈就被我唬得一愣一愣 那因为我也真的有参加什么漫画社 然后我也真的有投稿还得名 所以后来我妈妈甚至播了五万块经费 让我去买日本漫画好几箱回来 你怎么没有动脑筋在自己父母身上骗骗他们 但是呢我很高兴我小时候并没有为学业放弃一切 所以我们是有嗜好 有兴趣 很立体的人 有个性的人 而且青春期说真的 浪荡过 或者是尝试过 你反而成年以后会比较容易稳定下来 对 我爸爸以前也是一直跟我说 因为我爸爸以前也算是个浪子 他也就是很年轻的时候 就是外面一直玩啊 很调皮捣蛋啊 然后在外面混啊或什么的 然后他就说男人 所以他能理解你 其实他 他给 我爸爸给我的教育 跟我妈妈给我的教育 有点不一样 虽然他们两个都是带我到美国 然后他都觉得说 我们在美国要给你一个机会 就是说可以有不同的教育 可以有不同的文化的朋友 但是我爸爸的教育的方式 他就觉得说男生应该就是放出去 早一点尝试一些人生的经验 多交几个女朋友 才会知道自己最爱的是谁 对不对 对 然后 以前闯祸的时候 爸爸都不会生气 是 对 但妈妈就是会很担心很生气 妈妈嘛 都哪这样 我爸爸也是随便我啊 对不对 爸爸都可以不负责任的 但妈妈就是会忧心忡忡 然后想多一点 来尝一尝 那我不客气啊 你不客气啊 我不客气啊 你是贴蝎座你一定也是吃货 好吃吗 好吃 真的齁 这个闻蛋是原汁原味的 有点像cheesecake 有点像cheesecake 这里面 但是 对 比较浓一点 浓一点吗 比较浓 这里面比较浓一点 很好吃 好了不要再说 吃就好 我的意思是 我就继续了 我就继续吃了 好今天王阿明来 当然是有任务在身 我觉得你们这部电影很有趣 因为它充满了天蝎座的元素 你知道什么是天蝎座的元素 因为天蝎 譬如说占星学上会很扁平的 就是 第一个我觉得天蝎座很适合 探讨命运 因为我们喜欢神秘的事物 有没有 一定会感兴趣 只是你会不会从事这一行罢了 但多多少少我觉得 尤其是天蝎女 绝对是女巫等级的 真的我的按摩师是天蝎座 女生 他帮我按摩按摩 然后我就告诉他说 我好担心我9月要去法国的这件事情 然后因为我很不安 我知道9月法国之行 可能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 后来不是被抢了吗 我有这个新闻 好 但是我在按摩的时候我就跟他说 他说好吧我帮你做法 我就想 什么叫做法 他就写了一张说 祈求就是上天给唐老师什么好的能量 让他这一此行平平安安 他只是写了一个祝福的话 然后旁边放了几株香草 然后最后他把它烧了 放在一个碟子里 然后他就告诉我说 唐老师你放心 你此行会很平安 因为这个烧的很干净 而且没有奇怪的味道 我就说你这个本事 就是你有让你先生知道吗 他说他还不知道 我说你还是不要让他知道好了 你免得他吓死这样子 但其实他是正能量的 好 所以我们天蝎座 对神秘的事物感兴趣 那你们这个电影《盗命师》 他就是跟探秘 侦探有点关系 有 有齁 悬疑有关系 有一点 跟黑暗的事物有关系 对 跟医生有关系 我 对 你就是演医生嘛 对 所以我告诉你 这是一部透彻彻底底的天蝎座电影 说得好 所以天蝎座就很适合做天蝎座的事 你连演电影都会演这个 然后 而且你一路过来演的 比如说角头老大啦 或者是医生啦 都是很凶狠的角色 我发现很凶狠的角色喜欢找你 然后当时他们找你的时候 我心里想他适合吗 他长得那么帅 结果我看到那个角头里面 我真的被你吓坏了 你好凶狠喔 你演超好的 谢谢 演得很过瘾啊 那种 演得很过瘾啊 导演也是天蝎座 酷 盗命师的导演也是天蝎座 对 来 你们是几号上映啊 10月6号 10月6号全台上映 全台上映 那个时候 木星已经快要进天蝎了 不错喔 找对时候 真的吗 真的喔 还不错 我内地也有一部10月2号 叫做星空海 星空海 那是我第一个古装 古装 你自己觉得你的古装扮相如何 其实我一开始很不习惯 说实话 但是我 你是美国小孩啊 对我 你看我演戏 我从我可能不会爱你演 那是我第一部 2011年 我一直不敢挑战古装 是 你2011年演的是 我可能不会爱你 你可以讲慢一点吗 我可能不会爱你 我可能不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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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2011年了 对 2011年 那时候29岁对不对 对 是不是正在迷惘的时候 然后演了这一部 就确定想要往戏剧方向走 也不是 也不是 我觉得是 其实是遇到李启元 就是我们盗命师的导演的一个学生 叫David 我跟他拍了一个复仇 是一个短片 然后也是走国际影展的 然后也有入选 看成 2014的时候 那是一个短片 那是我第一次 尝试算就是 大荧幕的那种感觉 虽然是短片 然后我就认识了李启元导演 然后拍完那个我就拍了脚头 然后就拍了一些内地的电影 然后其他的 然后就 就觉得我很想要尝试一些电影 那同时我就是 不知道是个性的关系还是什么 我就是有的时候 这个也想尝试 那个也想尝试 所以我就说 古装也想尝试 但是大荧幕也想尝试 所以就 很好 但是 这个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我每次演的角色 都是一些 就像你刚刚讲的 比较强硬 比较震撼 比较凶一点的角色 其实你也满适合 因为你是火星在命宫的人 火星在命宫 其实有占星的那种数据统计 真的有 我觉得占星学不是统计学 但是 我觉得统计是会带来一些 有趣的观点 所有的运动人 火星可能在命宫 或火星可能在天顶 就事业工 所以你们很 你们 应该是从小调皮导弹 如果这个调皮导弹的火能量 可以被好好的引导 你就是一个出色的运动员 所以如果你家有调皮导弹的过动儿 你不如把他早早送去学习运动 说不定他会发展出他自己的特色来 那你就是属于这一种 那如果不走运动路线 那他就会走凶狠路线 比如说去做角头 对吧 因为他杀气腾腾嘛 运动员是不是要有杀气 灵机应变能力要强 他桃是不是也是这样 黑社会是不是也是这样 在街头混混 然后沙发是不是都很需要这种火能量 你看田虚座就自动吃起来了 喜欢吃就尽量吃啊 因为我不能吃啊 我都帮你吃了 气死我了 好但是我们今天为了你 我们的主题叫做面饿心善的男人 意思就是他是面饿 是吧 你们的意思是这样 你们这些设主题的人在想什么 说王瑶明面饿咯 好啦你的荧幕形象的确是这样 有点硬汉特质 面饿心善的星座排行榜 我们来看看有没有王瑶明的天蝎座 来看第五名 处女座 处女座面饿吗 来等一下我们再来介绍电影 我们先来讲星座 因为处女座一切为你好 所以他就会唠唠叨叨 或者是板着脸孔 看起来很不好说服 也不好通过他 或者是他一副忧心忡忡的看着你 皱着眉头的看着你 所以你会觉得 你很难搞耶 但是他是为你好 好吗 你以为处女座 他这样做他不费力气吗 他也可以用在他的职场上 他还会升官 是不是 所以记得处女座忧心忡忡的 对你啰啰嗦嗦唠叨叨叨 也是为你好 好意思就是讨人厌好不好 但是是为你好 好我们来看第四名 好 狮子座面饿心善 其实有时候你问 你跟狮子座要求动要求息 然后说你怎么对我不好 他可能会很凶 我哪有对你不好 我哪有对你不好 为什么呢 其实他很怕受伤害 他很怕他反而是不被你喜欢了 他担心 但是他担心却不能用 我很可爱吧 我是小猫咪 他没有办法 因为他是男人 他放不下面子 所以他就会用很凶的方式 嚇阻你再继续批评他下去 所以这是狮子座面饿的原因 所以不要被他们的胸吓到 而且他们有时候胸会胸的蛮 一发不可收拾 那分手啊 那分手啊 谁心喊 然后跟你比赛挂电话 其实他越兴奋 或他越那一种夸张 表示他越在乎你 我们最怕的就是 爱鸟你不鸟你的狮子座 来看第三名 第三名面饿心善是天蝎座 面饿的原因是恨铁不成钢 That's right 没错 恨铁不成钢 我还会骂你 代表你还有救 有没有 有 如果 如果我觉得你没有救 或者是 你跟我没什么关系 会我们天蝎座乐的当好人啊 对 我其实懒得跟他说任何事 懒 对 我懒得说任何事 我干嘛当坏人 我平常已经莫名其妙被人家当坏人了 对啊 我何必在现实生活当坏人 真的 我不在乎的人 其实我一句话都不会跟他们说 是 对 好可怕 其实我的心里也是这样想 但是因为我比你年长 我已经事故了 我现在不想讲话的人 我也会跟他讲两句话 我说真的 你不想讲话你会被误会 你知道吗 我以前在 也是你这种三十出头岁的时候 我进化妆间 我的想法就是默默的到化妆间的这一角落 静静的待着 不要干扰别人 但意思是你也不要来吵我 然后你们很吵 你们吵你们的 我其实快烦死了 但我也不会说出来 有没有 觉得你们幼稚 觉得你们三八 觉得你们八卦这样 可是我不会说出来啊 但是你知道吗 我以为我这样子叫做不扰人 但是其实我们这种很奇怪的行为 很闭锁的行为 后来就被人家放大处理 人家就会说你不合群 而且他们才不会觉得你是在躲起来 他们觉得你在嫌弃我们 就他会莫名其妙的解读我们的表情 就觉得你好冷酷 你拽个屁 你要小心喔 说不定你现在被人家私底下传你很难搞 你很拽 你是吗 应该不是啊 对啊 王阳明其实不是 他绝对是一个很好骗的人 所以 因为他的海王心很靠近他的上升星座 所以这个人其实也要骗他还蛮好骗的 你同意吗 心很软 应该不同意 那你心有没有软 但是要让你觉得他很可怜 如果你觉得他很可怜 你就会愿意去帮助他或辅助他 这一点是说对 但是我应该是说 我要自己觉得他值得帮助 我觉得要有一个目的 然后我觉得是为了一件很好的一件事情 而不是不好的事情 我会判断 我会去拿捏这个说 他需要我的时候是为了什么 对 你比较不滥情 你希望你的所有力气用到最对的地方 对 然后打到那个重点 然后这个帮助又能够看到效果 那对你来说就很有成就感 对 对 那所以如果一只小猫因为你而得到被拯救了 你会不会很开心 会啊 对不对 因为小猫咪是真正需要我们的 但是人类需不需要我们 我们就要评估一下了 不过我认为王瑶明这么理性 是因为他土象星座很强 他的月亮在金牛 然后火星在摩羯 所以你会评估 然后你会实际 用实际的行动 而不是只有同情 OK 好 那第三名是天蝎 我们来看第二名 面饿心善是谁呢 水瓶座 风凉化的背后很博爱 我同意 我告诉你 反正水瓶座 他们你自己要研讨人厌 那我也没办法 谁叫你讲话一针见血呢 谁叫你要看起来没有表情 或者是好像在嘲笑什么 但其实你明明是一个 野蛮爱家 野蛮关心很多人 尤其是对弱势的人 或弱势团体是非常乐于投入 乐于从事公益 可是为什么要讲风凉化呢 用这种方式 你是不是也在破坏自己的形象 来看第一名 面饿心善的是谁 牡羊座 有口无心 一下子就忘了 因为说话很冲 不经大脑 所以你知道 我想到牡羊座 你有牡羊座的朋友吗 你老婆 我老婆是牡羊座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請問他是面饿心善吗 可以这样说吧 可以喔 可以这样说 他应该大姐大吧 嗯 他的个性跟我一样 就是我们两个都是满 满硬的 满硬的 所以你其实满欣赏他的 对啊 他这一点我觉得很欣赏 是 有点像一个好球员 遇到了一个好搭档 对对 性格很合 而且我其实觉得 我觉得牡羊女蛮重视感情的 嗯 一念旧 牡羊女是可以回收前任男友 所以听说你们曾经分手 牡羊女真的 真的可以回收前任 真的 没有没有 是我很厉害的 是我很厉害的 哦 是我很厉害的 我个人觉得也要那个女生 是OK的 你知道吗 因为 因为当年分手 是不是你比较坏 应该是说没有谁坏 应该是 自然的分开 对因为是远距离 远距离 对那时候我有一年其实是住在美国 嗯 然后他还在台湾 就太难了 那时候太年轻了 嗯 对啊 没关系 绕一圈又回来代表你们非常的有缘分 是 非常 所以 王阳明的粉丝们就不要难过了 人家是绕了一圈又回来 那是人家的本事 好吗 那是人家有缘分 好吗 他们其实有孽缘 我们就不要担心了 好吗 也不要想太多 感情很好的 好 那 回到我们的盗命师 因为你在里面 应该是有点类似 怪异黑杰克的角色 对吧 一正一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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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 他心里面是好的 因为他只是 应该是说 他是从马六甲到台湾 小时候就到台湾 然后他本来是要当一个外科医生 但是他最后就退学 然后他选择做 就是黑市的买卖人器官 那 但是呢 他的医术却可以让这个器官 很新鲜的到病人的身上 对他只摘取旧人用的器官 旧人用的 旧人的 旧人的 所以他其实在做旧人的事 但是这件事是见不得光的 因为在黑市 对 好 其实这个剧本是原创的 因为我看到盗命师 我还就很像盗墓啊 那一系列的感觉 我就一直想说 是不是一个网路小说改编 但是后来发现是原创 是原创 是导演自己原创的 是导演自己原创的 那导演为什么这么黑暗啊 你可以跟我们聊一聊 其实导演还蛮特别的 导演在想想 李启仁导演 他是心理学问的 他是学心理学的 对 所以他其实想在这个系里面 借着这个架构 探讨的是心理吗 应该是说缘分 他要探讨缘分 对 因为其实 不只是我跟陈婷玲在这里面 然后还有那个喜翔 喜翔大哥 还有 我看到了 那个 还有他叫做 对 还有廖俊大哥 廖俊 其实我们这四个主角 是因为缘分 然后是连在一起的 只是我们四个都不知道 对 然后那当然是有 买卖人器官 有关 就比如说 谁需要 所以他要探讨的不是什么 白色巨塔 医院的黑暗 不是 其实不是 他要探讨的是宿命 对 然后人跟人之间的关系 对 然后怎么会这么奇妙的状况 大家会遇到 然后这么奇妙的状况 怎么这个人也是要去抓我 然后我怎么去帮助陈婷妮 陈婷妮怎么跟肉人 就是 就是 其实大家都是连在一起的 对 我很喜欢看这样的电影 对 其实 本来如果是白色巨塔 我就不想看了 对 然后其实爱情的成分也有在里面 其实就是说 我跟陈婷妮 其实是两个不同领域 不同世界的人 然后他们怎么 怎么 就这么奇妙的 一个晚上 就可以在一起 所以你是因为剧本很吸引你 所以你来演出 对 天蟹人很喜欢这种东西 对 然后这一次 你会发现就是 马六甲 就是我角色的名字 他台词很少 所以就是要用眼神去表演 所以这个对我来讲 那时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你的眼神凶恶的没问题啊 哪有什么挑战 挑战提到一 要你演柔情似水 然后就是 好像文若书生 那才是挑战吧 我现在知道你火星在命攻眼 我觉得那才是挑战 但是你要演杀气 或者是演一种 其实这个没有那么 那么大家想像的杀气 因为我觉得他们剪出来这个预告片 有一点跟真实的电影是不一样的 他可能要截取你比较帅的那一面吧 对 因为其实这里面有很多很温暖的部分 然后我跟陈提尼其实有 在谈恋爱的这个时候 其实你会看到一个暖男 然后没有就是完全是没有杀气的 但是他面对他的工作 必须需要有一些杀气 好 我们来看一下预告好不好 好 来 感觉一下 好 人都要没有星光 人都知道老杰星光被冲上 大体的处理 我们是专家 尹克胜 三十万 心脏七十万 因为我打扮成这样 所以你就有什么都可以卖 马六强 他是准备我用这种待机器 我不是医生 就因为你不是医生 我才要找你 我的邮寄 可以借给百慧姐姐用 你会愿意跟我回马德城 我愿意跟你到天眼海角 百慧要抵的是幼稚 我要抵的是马六强 马六强 就要把外人挡到 是谁跟你说 要把外人挡到 是谁跟你说 要把外人挡到 到晚了 我们在家里面的造型 好酷 谢谢 我也觉得很酷 你为什么不 你 我觉得可以成为 你很好的造型 你为什么要回到 你原来的影子 我说实话 我一直很喜欢这个造型 是不是 只是我拍 我拍别的戏的时候 大家就觉得 要有一點頭髮啦 不能每次都把小鬍子流出來 還有那個平頭的感覺 對啊 我很喜歡台灣 好台灣喔 好酷喔 對啊 我很喜歡你平頭 很好看耶 謝謝 有一種頹廢的感覺 對 你現在太陽光了 對啊 其實導演就這樣說 他說你的形象就是給大家 就是哇 好陽光 所以我們這部電影就是比較黑暗 所以一定要造型要改變 然後他說以前有沒有人看過你 就是踢平頭 我說以前在我學生時代的時候 我常踢平頭 我說但是我就是當了演員以後就沒有了 他說我們來試試看 然後踢完平頭 他就說但還是 他覺得說這個造型還滿像 很適合你 他說我們還是 算了 就把小鬍子流出來 然後戴個眼鏡好了 然後就塑造一個不一樣的王耀明 哇塞 很酷耶 導演還滿用心的 而且 好像講重症喔 有人這樣說耶 真的 有人這樣說 有人這樣說過 我跟你講 天蠍座 都天蠍座 他也是天蠍座嗎 對啊 他也天蠍座 蔣中正也有天蠍座 蔣公 碰一格 蔣公 然後呢 也天蠍座 軟筋天蠍也很像 對 小天蠍是天蠍座 所以你們有一種天蠍臉 有一款天蠍臉長這樣 你不要看喔 他年輕超帥的好不好 如果年輕的時候 他是穿越到我們這個時代來 也是電影明星來著 你們這個盜命師一定會有解剖手術台 有 你有被受訓嗎 有 我有跟一個很出名的外科醫生學 然後 就是從 怎麼學 切豬肉 就是從 對 切豬肉 切豬肉 算是切豬肉 對 但是我們從 沒有 我們是從戴帽子開始 因為有順序的 對 然後怎麼清潔 洗東西 然後消毒 然後怎麼把刀片怎麼放上去 這個都很重要 因為這些都會拍到 所以順序也要很完整 然後很流暢 然後我的手法有點很俐落 對 不然就看出來 你要有自信 對 要有自信 你要懂 對 就比如說一切就 切 不能在這邊 你應該不怕刀吧 我不怕 對 你有火星 我很怕 真的喔 我非常怕看到那種鏡頭 什麼一刀劃下去的那種鏡頭 好可怕喔 因為我想是電影嘛 又不是真的 可是我每一次都要告訴我自己 那不是電影 那不是電影 那是電影 那是真的 那是真的 不然的話 他一劃下去 我自己會痛耶 很多觀眾都是因為這樣 因為很敏感 就會覺得 所以看那種電影 就會覺得好可怕 然後呢 而且他說 要改掉你的陽光形象 給人瘦削蒼白 病態的感覺 你有減肥嗎 不用 那時候我拍盜命師前 我有拍一部籃球電影 在北京 然後那時候 我們在受訓的時候 就像回到高中大學時代 就每天就 早上一直跑 一直跑 拍片的時候也一直跑 一直跑 然後你知道 因為拍戲的時候就是一個拍 如果不OK 還要再來嘛 所以我們每天早上跑到晚上 我那時候也是 就是我那時候全部的什麼肌肉 線條全部又回到像大學時代 然後 然後就覺得說那時候 有得福耶 可是那時候就覺得說 拍完的時候就 我想休息 然後就休息了幾個禮拜 也沒幹嘛 就說不定那時候休息的時候 我雖然有吃東西 可是你好像身體自然的會縮 我不知道為什麼 就肌肉也變少 然後就縮了一點 然後正好導演就覺得還滿適合的 感覺你又變瘦了一點 然後又透露了一點 對 然後臉又比較凹還是什麼的 所以他就覺得他滿適合的 所以你是也不用減肥 什麼命呢 這是什麼命呢 我愛吃 我愛吃 對不起 有沒有很故意 有沒有很故意 很故意 還有四分之三 通通都給你吃 然後聽說你們這部片 還是鬼月的時候開拍 百無禁忌嗎 沒鬧鬼嗎 因為你在 你那個戲有沒有怎麼說呢 也是會到那種類似停 那個停師間 對 到停師間 兵役館那邊 都有都有 真的停師間 真的兵役館 真的 然後你剛剛 拍還是實習 拍 拍 鬼 對 好多大力啊 你聽得懂嗎 我 但我不怕 對啊 很大膽 但就是 應該是這樣說 我 我相信 可是我尊重他們 然後我覺得只要 只要尊重他們 我也不會去惹他們麻煩 那他們也就沒來惹我麻煩 你講得很對 我其實覺得我們在裡面是不怕的 我們在外面看到人家去做這個事 我們就會覺得你怎麼敢 你知道我今年鬼月也幹了一件事 什麼事 因為我有行腳節目 我們到了法國去 就是鬼月的時候 在法國他們有一個 我們的企劃就帶我們去 當地的墓園 因為那個墓園裡面有王爾德 那些什麼蕭邦那種名人 所以我們就去拜訪他們的墓園 那一天不但是鬼月 而且是中元節 是台灣的中元節 所以當我知道了以後 我就心裡想 這什麼意思 這是什麼意思 就是墓園 而且那個墓園好大喔 四公頃大 然後就是裡面埋了好幾千個屍體 這樣子 那好你在那個戲裡面 你既然有去 在鬼月的時候拍 然後去實習 沒有什麼怪異的感覺嗎 完全沒有耶 都沒有 我只是覺得導演還滿可愛的 因為我們在那個 殯儀館那邊的時候 就是你剛剛有看到預告 我有一幕是走路 就走很慢的這樣走 然後他們是這樣子拍 拍我的腳步 然後又有一個狼的 拍我的背影 然後其實右邊呢 就是一整排 很長的一個走廊 全部都是像冰櫃一樣 你這樣拉出來 應該都是屍體 然後我就問啊 我就問 裡面有人嗎 然後我說裡面有嗎 然後我說有啊 我說喔 然後我說那導演呢 導演在外面 導演不敢進來 導演不敢進來 還有說沒有我在看 我在看 就我跟幾個攝影師 你看吧 我跟幾個攝影師 但是他們還是有給安全感 就是有塞一些紅包給我們 就是我們進去前有塞一些紅包給我們 然後開拍之前有沒有拜拜 有 一定還是要拜拜 所以我就說我還是會尊重 你雖然在美國文化經營那麼久 那你看到拜拜 你還是會覺得應該要 我還是會 我還是會 對開機前我們都會拜拜 是 要傳統要乖喔 這種事情有時候 真的 寧可幸其有吧 不用怕但是寧可幸其有 好 我看到了一個提示 說手術台上有不明殘留物是什麼東西啊 真的假的 因為我們 我們那邊是去真的殯儀館嘛 對不對 所以他們會有不鏽鋼的那種床 就是他們要做autopsi或是什麼 就是清理整理 那聽說就是道具是到了時候 他們就有說有很多 才剛做 就是要清潔的地方 然後要消毒的地方 然後他們就看到一些東西 在那個不鏽鋼的那個方式 切下來的什麼 這樣子 哎喲 哎呀 然後演陳婷妮的前男友 就是他要躺在那上面 我就覺得 所以那個演員必須躺在上面 對 好可怕 躺了一整個晚上 他有紅包吧 當然要戴紅包 他有紅包齁 那個解解煞 陳婷妮在這戲裡面的造型 就是也滿特別的齁 對 陳婷妮是金牛座 金牛座是一個跟身體有關的星座 還有跟錢有關係 所以我覺得像在他當model 這也滿金牛座的啊 美 然後他身體身材也可以顧得很好 的一個星座 好 那我們回到了這個感情 王陽明你是一個怕太太的人嗎 我知道你會回答什麼 應該是 你會說你很尊重 對 但是說實話 我是會說實話 我覺得還是 偶爾還是要怕太太 很好 非常好 這表示你 滿懂得婚姻的 我覺得這兩年 學到滿多的 對 婚姻 對 是一個學習的一個過程 怎麼樣想離婚嗎 當然不想 對不起 因為我是隱藏版的滅絕師太 對對對 所以我只要一聽到 有人 有鳳凱里鑽 要離婚嗎 要離婚嗎 好啊可以喔 趕快離喔 沒有啦開玩笑 這是什麼節目啊 抱歉 抱歉 不是不是 因為最近的星象就是閃婚閃離 所以我們就看到很多閃婚閃離之外 也有一些人 突然的解除合作 或突然的合作在一起 所以它會產生很多種新的配對 或新的化學作用 那在每一對夫妻身上 可能也會有這種能量產生 但不一定會導致你們分開 可是一定會有某一些事件 讓你覺得你怎麼變了 或者是你怎麼怪怪的 或者是會聚少離多 所以在你身上應該是聚少離多 對不對 好所以你們的聚少離多 其實我覺得你應該也習慣聚少離多了吧 因為你之前就跟他分開過啊 然後現在又在一起 你結婚一年多了嘛對不對 快兩年了 然後可是這兩年 我看你事業也滿忙碌的 對 要很感謝老婆 真的要很感謝老婆 因為他能夠支持你 對吧 對這是一點 但我覺得他有 這聽起來 我不是在幫他說話 但我覺得真的就是結婚後 就是跟他在一起以後 我的自己感覺這種運就越來越好 不只是說在事業上 就是全部的 就是感覺這個氣就越來越好 然後就覺得 我一開始覺得說應該不是愛 應該是我自己啦 覺得是自己很厲害 我本來就是很厲害 但是說實話 但是他真的確實在我的事業上 有幫助我滿多的 沒錯 不只是說體諒 或是說你每次都要出去拍戲好幾個月 他就是真的是在我們的事業上 他比如說合約上的部分啊 或是什麼東西 他是很細的一個老婆 就給你很多幫助 對 說實話他給我很多意見 給我很多幫助 而且可以給你指出方向 對不對 對 他也是有一些 比如說我們在我們的團隊 會討論很多角色劇本 他也會覺得說 沒有我覺得這個 然後他說因為什麼 因為女生看這個什麼時候 然後我們幾個男生 因為我的團隊都是男生 然後我就說 對 也對 然後就是 就會從另外一個角度看 所以他其實 在我的事業上有幫助滿多的 但是那你剛剛講到的一點 就是我確實 我去年他也有跟我說 你12個月 你只有兩個月在家 我說 那怎麼辦呢 我說我要去拼事業啊 但是他很理解 他很懂 所以他有在包容 但是也就像 兩個人要找到這個平衡點 才可以維持這個婚姻很美滿 然後就說兩個人都很開心 什麼的 所以這個就是很難的一個地方 不難不難 我要跟蔡世雲講 其實我覺得 牡羊座應該也蠻酷的 他不會把那種擔憂表現出來 但是天蠍座我告訴你 王陽明是一個需要正軌的人 我覺得你需要正軌 婚姻就是一個正軌 對 會讓你的人生 開始有一些更多的責任感 只要責任感給你 你就會把責任扛起來 然後有一些天蠍座蠻花心的 但是如果他真心的很崇拜這個老婆 或者是感激這個老婆 你就不用擔心 因為天蠍很懶 同意嗎 對 有 算蠻懶的 真的蠻懶的對不對 有時候也不能說那個小妞不吸引你 但是要去沾一下 後續太多麻煩了 有沒有 對不對 我其實根本都不會想到 根本不會想到 因為他要吸引你也不容易 我說真的 好啦 講的這樣子 就是把老婆歌功頌得一番 到底王陽明這個天蠍座 怕不怕老婆呢 我們來看怕老婆排行榜好不好 表面大男人 但是內心怕老婆 第五名 巨蟹座 巨蟹座 我不要講他怕老婆好不好 講他疼老婆啦 好不好 不疼你幹嘛跟你結婚 如果結婚以後 他覺得跟你是合不來的 我覺得很多巨蟹座也會離婚 也會外遇 而且我覺得巨蟹座外遇很厲害 厲害在哪裡呢 他會把外遇也顧得好好的 厲害了吧 而且外遇也可以讓他生小孩 厲害了吧 天蠍座絕對幹不出這種事 因為我們天蠍座會很糾結 我只能全力的愛一個人 我愛了我老婆 我又在外面生小孩的話 我完蛋了 我完蛋了 我會拜託你們兩個成全我 你們兩個可不可以都當我老婆 可是你這麼弱 人家就不會答應你 可是巨蟹他可以冷冷的都不講出來 也可以把秘密蓋得好好的 所以如果他跟你合不來 他可能就會幹出這種事 但是合得來的話 很疼老婆 所以很多巨蟹座 其實在老婆心目中是好老公 他不萬 好 第四名 怕老婆 表面大男人其實怕我天蠍上榜了 來 天蠍座工作能力都很強 而且其實滿自戀的 他上面寫的是散發自信又強勢的 那個迷人的形象 可是回到家 他是一個愛撒嬌的人 沒錯 天蠍座回到家就無能了 同意嗎 只有我老婆知道 是不是 不是其實講撒嬌 有些星座比天蠍座還會撒嬌 因為天蠍座有時候還會礙於 就是說一種冷 就是冷硬啦 就是聰明的形象 也不可以完全放掉聰明的形象 然後當一個笨蛋白痴 但是天蠍座的小男生覺得很sweet 對不對 媽媽生到天蠍座小男生 一定都覺得很容易被融化 因為天蠍座小男生一定很容易跟媽媽說 媽媽我最愛你 對不對 因為天蠍座最喜歡人家跟他說 我最愛你 就這麼簡單 所以我們從小就會把這句話送給別人 當然我們長大以後這種話就不能隨便說 可是回家一定願意跟老婆說 對不對 當然 而且怎麼說呢 我們也會去歌頌你的另一半 就是你真的很棒耶 我要是沒有你我都不會選這個角色 我們會去發掘另外一半的優點 然後把它說出來 讓另外一半開心 因為另外一半開心 我們就開心 如果有一天天蠍座都不想誇你了 也看不到你的優點了 那差不多你們就完了 好不好 好 來第三名 外表大男人內心怕老婆是 摩羯座 其實我覺得摩羯座的的確確是尊重老婆 好不好 如果你成為 一旦認定你當老婆 你不要以為摩羯座就是 忠孝仁愛心意和平 沒有喔 他們是貌似忠良骨子裡 可能也是浪蕩子 但是他會願意走進婚姻 就表示他願意扛起這個責任 所以就會以你的意見為主 而且怎麼說呢 也會想給你一個好的環境 所以如果一個摩羯男對你很冷淡 或者是他看他的音響比你還重 那你其實可以不用跟他在一起 他必須要為了你 願意把他的事業先擺在一邊 那他就是真正的是愛你的 好不好 第二名來看一下 那獅子座 外表大男人內心怕老婆 怎麼說呢 我剛剛不是說獅子座會嗆聲嗎 就是如果你讓他沒面子 他會凶你對不對 其實我個人覺得他們是骨子裡 有一點怕被人家否定 然後或者是怕自己其實真的不夠好的星座 所以倘若你能夠掐住他的七寸 比如說他曾經事業失敗 然後是你把他帶起來的 從此他就被你踩在腳下 好不好 就是一個很實質的 你強過他的地方 我覺得獅子座是滿任命的 來第一名 好 天平座 講怕老婆就很難聽了啦 好不好 這叫做尊重 其實我個人覺得天平座 來 當天平座的老婆 你要有一顆強心臟 因為他們談戀愛的時候 女人緣好品味好 隨心所欲的生活 所以其實他不見得是很好搞定的 因為天平座很花心 但是天平座滿怕壞人的 所以你其實要當那個 有一點強勢 或者是還保留自我 你不要完全被他撇在一邊 否則的話他就會去他的事業上 然後重心全部放在事業 然後也怎麼說呢 會對你負責 但是不見得會很尊重你 可是如果你是一個很有個性 你隨時會被調走 隨時會被人家追走的那種 有條件的老婆 那就不一樣了 好不好 他就會變成什麼都看著你 什麼都聽你的話 好 藝人代表 劉更宏 劉德華 無尊李安 是不是 李安的老婆也滿有個性的 而且到現在 現在他也是把老婆放在心裡 因為老婆真的夠強 好不好 所以你就是要當李安的老婆 那麼你就會有一個 李安的天平座老公 好不好 好 黃耀銘 來 我們還有一個小資訊就是 中秋節的活動 你中秋節有沒有要做什麼 還是你繼續拍戲 應該要 其實我不知道中秋節是哪一天 10月4號怎樣 10月4號 正好每次 應該可以跟家人 應該要跟家人 好 那你知道台灣的習俗嗎 中秋節 烤肉啊 烤肉 對不對 很多人都去烤肉啊 大家一直在研究為什麼在台灣 中秋節是烤肉 對啊 我活到以後每次都是 大家就這樣 去烤肉吧 去烤肉 烤肉 OK 因為他們說那個什麼烤肉醬的廣告 在秋天的時候很風靡 然後呢 因為秋天秋高氣爽嘛 大家很適合去戶外 因為天氣剛涼下來 然後冬天又還沒到 所以大家就去戶外吧 然後就帶著野餐 而且中秋節又是廉價 大家會去外面賞月 賞月的時候就順便來烤肉吃東西 而且從野餐開始這樣 所以後來就變烤肉 而且講舊一點的人會去公園烤肉 不太講舊的話 我告訴你 我們的街坊鄰居 有那個旗樓頂阿咖 就在路邊烤肉 不知道為什麼 就不願意在廚房吃 然後把瓦斯爐搬出來 在外面吃 然後旁邊有車子經過捧捧 那很台灣景象我覺得 那我應該就是跟家人吧 跟家人 對啊 那你會去哪裡烤 如果是你想要去哪裡烤 應該不會去烤肉啦 說實話 有點懶 有點懶 對啊 因為隔天還有工作 所以 那就是跟家人聚一聚 就是去看看公公婆婆 看公公婆婆 老婆也在 對 就一家團圓 因為中秋也是月圓人團圓的日子 然後我們也要吃月餅 你吃嗎 吃啊 吃啊 從小就吃啊 所以我本來要做月餅 但就想說 沒有 我們在台灣做什麼 烤肉啊 對 台灣還沒有那麼新吃月餅 但是台灣新吃烤肉 對 月餅的話 好像感覺香港的月餅比較厲害 還有一個 想要送我月餅的人 我喜歡聯絡雙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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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歡半島酒店的 所以你們可以去半島酒店送 講究 我都不好意思 那美新的可以嗎 也可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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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好的 等我都要傳半島酒店的 美新跟半島酒店都送我們一打 謝謝 謝謝 不好買啊 那個 來 那今年的10月4號台灣有幾個活動 你可以參考看看 就是如果有長一點的假期 各位可以去參與這些團體活動 比如說平溪有天燈節 10月4號就 中秋節當天就舉行 會在平溪國中也有施放天燈的活動 當天會施放500個天燈 其實我覺得天燈活動看起來很美 但是最近有環保人士比較抨擊這個活動 因為覺得你放出去就不知道怎麼回收了 但是我平溪鄉最近 就是他們也有在注意這件事情 所以希望活動本身就是 如果你覺得還是滿喜歡的 想要參與可以去感受一下 然後這個天燈 平溪的天燈其實是榮獲 這個國家地理雜誌推薦 全球最佳的十大冬季旅遊 這個推薦之一 所以其實它是滿有特色 滿值得被保留下來的 然後天燈的由來是人們想要天丁的願望 所以如果你想要生小孩 你也想要得到這樣的祝福 希望家裡多子多孫 也可以參與天燈活動 在10月4號的時候 第二個活動是國慶煙火 10月10號在台東縣 國慶煙火其實已經很多年沒有舉辦了 因為其實煙火也是很多人說 你為什麼要浪費錢去施放那麼多的煙火 可是我覺得煙火是必須的 因為我不是說我們要宣揚國威 而是有時候人們是需要振奮的 而煙花是能夠帶來一種興奮感 和象徵意義的一種活動 今年的國慶煙火會舉辦就在台東 會施放2萬2千顆 然後為時36分鐘 因為每6分鐘就是一個節目 然後會配合音樂 那地點在哪裡呢 地點在台東縣的悲南溪出海口南岸提防 10月10號晚上7點到7點36分 會放36分鐘 那應該電視台也會轉播啦 那如果你身歷其境當然更好 如果你有連續假期 你想去台東玩一玩 就可以去參與 或者是更近距離的看到煙火 還有 我需要喉糖 還有10月1號到10月10號 有三億的木雕節 三億的國際木雕節也是一個很值得參與的活動 而且三億除了木雕還有很厲害的地方 他們曾經被就是在2016年 被這個義大利的 我看一下 說他們是慢活的 慢活 國際慢成組織總部認證的慢成之一 義大利奧維托國際慢成組織 什麼叫慢成組織呢 因為他們就是想要慢活的這個理念 而不是想要素食 或者是活著這樣灑裡灑氣的 所以慢活代表那裡的人文景觀 歷史文物或自然的那種生態都非常的好 可以讓我們慢慢品嘗 所以我們的三億是有榮獲這樣的殊榮的 那這個10月1號到10號是木雕節 而且分別在7、8、9、10這4天 每天都規劃深度的輕旅行和深度探索的輕旅行路線 可以有藝文體驗 也可以有鐵道追尋 也可以去了解他們的木雕文化 還可以自製麻糬 還可以擂茶體驗 還可以草編技藝 還可以彩繪木雕 而且有免費接駁車 所以有興趣的 或者是你在三億附近的人都可以去玩一玩 你們 你會想去哪裡 台東 三億 或者是 在我們的 平溪 平溪 我應該會去看平溪吧 如果要去 有時間的話 有時間 因為比較近 對 然後天燈也滿有Fu的 拍下來應該滿好看的 好 可是那裡人很多 你能接受嗎 會塞車 看猶豫了吧 天蠍座懶 希望老婆可以開車吧 只要不是我們開車 我們可以 天蠍座就是有這個好處 因為我是天蠍座 所以我了解我們的心情 只要不是我開車 OK 我們在車上 有的吃 然後有iPad可以看 有手機可以看 是不是 音樂很重要 有音樂 OK 就可以了 最後我們再來說一下盜命時 就是希望大家來支持這部片子 因為你個人覺得這部片子 除了它有一種宿命感 它還有什麼特色 我覺得它是一個 應該是說 雖然是編出來的一個故事 可是 你說不定在生活的時候 在你的周圍 或者在你的 就是說你說不定你的鄰居也好 或者是你的朋友 我們在電影裡面講的一些事情 都是在生活中裡面發生的事情 只是沒有人會去討論到 說不定沒有提出來 社會上有很多很灰暗的地方 對 那我覺得這個電影的題材 有提到很多社會上裡面很灰暗的地方 其實都是在我們平時生活裡面 看不到 每天都看不到 或什麼 可是確實是存在的 希望做到一個提醒 對 然後讓大家可以去探秘吧 應該這麼說 因為我覺得我們 為什麼說這部片子是很天蠍的電影 我們太陽天蠍的人 為什麼注定要做這些事 就是因為我們就是探照燈 我們帶你來看跟天蠍有關的事情 好不好 好 所以讓王耀明帶你來看 《盜命師》這部電影囉 10月6號上映 祝福你們 謝謝 好 來 謝謝你來 謝謝 拜拜 拜拜 吃